這麼新的房子 然後家裡的裂痕 爆出歐絲 然後那個空氣很大 入住社宅一年半 光是叫人修繕牆上大大小小裂縫 就讓陳先生一個頭兩個大 這面牆大概兩個禮拜前補的 那在補之前的話 他的那個裂縫的寬度其實很寬 大概可以塞十塊錢 陳先生住的是台北市文山區 木柵社會住宅 號稱媲美豪宅 還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自詩任內重要的政績 五十一坪一個月租金三萬多 緩解年輕人不小壓力 租屋的市場其實都是比較老的房子 所以如果以新房子的話 這個價格我覺得是還OK 可以解決民眾住的問題 這對許多台北市民來說很重要 因此成為北市參選人 爭相端出的牛肉 陳市長 放散 住宅屋市長 招票當選 謝謝 謝謝 蔣萬安就算 蔣萬安就算 國民黨參選人蔣萬安推青年換居 要一邊蓋社會住宅 一邊修老舊公寓 但可行嗎 高齡換屋的政策 從目前的柯市長 然後到新北的話 都的侯市長都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政策效果非常的稀少 都是各位數都還沒有達到 十件的十位數 兩位數 你怎麼打通現在 人家已經試著做四年 人度二賣主設的這個現象 看來蔣萬安得先打通 任督二賣才有辦法實現夢想 那麼民進黨的陳時中 怎麼吸引年輕選票跟弱勢族群 他打出四年內要達到 五萬七千戶設宅的量 還要調降租金百分之十 我們跟民間直接包下兩千戶來 不用再透過包租貸管的業者 由政府直接第一手 對於年輕人我們少一些幣 他會在社會有消費 有消費這樣的一個經濟循環 那要蓋到五點七萬戶設宅 容易嗎 這是歷來所有台北市長 都希望做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廣見設宅 不管是市長也好總統也好 沒有人沒有一個人做得到 雖然台北市已經是全台灣蓋設宅 數量最多的一個縣市 但是也沒辦法蓋出陳時中 口中的這個數量 他不只是這個土地取得來源的 一個問題 還有營造成本發包的一個問題 看來藍綠提的都是老調重談 倒是黃珊珊創意無限 搬出從未聽過的未來宅概念 說年輕人設宅住二十年以上 租金就能變頭期款 還可以購買地上權 社會住宅量還是不太夠的情況之下 會產生一個社會住宅的數量的排擠 提供一萬戶的話 那市政府一年至少財政的差額 要大概四十八億左右 市政府能夠真的有提供這麼多的一個費用 來撥補這一部分嗎 這個是坦白說是很難的 尤其社會住宅的存在 本來就是只租不賣 要讓住宅資源循環利用 照顧更多的人 如今為了吸引選票各出奇招 固然是要減輕年輕人經濟壓力 但看看柯文哲八年五萬戶支票 也只完成兩萬戶 設在利多 量能達不到 就怕一切的美好又只是選錢罕罕 今新聞楊淑彭蘇宏傑採訪報導